在这一边呢我要教大家type of roots of quadratic equation 它的type of roots of equation呢它有分成三种 第一种呢就是它有two different real roots 我就叫它是two real and distinct root 或者是two real and different roots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equation have two equal roots 就two real and equal root 其实是一个root而已 然后接着呢它has no real root no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是没有root 它的这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那个mm的画graph那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这样的case 或者是这样的case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two real and distinct root 就是它有两个root 然后它还有这样碰一个点 或者是这样碰一个点的这一个呢 它就是two real and equal root 或者是one real root这样的东西啦 ok 但是我们在mx我们不讲one root 只讲two real and equal 它有两个可是那两个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呢第三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是这样 ok 我们root就是就是碰到那个x exist的那个东西就是 这个呢它就是no real root ok它没有root ok它没有root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b2-4ac 它的这个呢它的b2-4ac 我这个case它是b2-4ac它大过0 然后这个是b2-4ac等于0 然后这个是b2-4ac小过0 ok为什么它这个b2-4ac能够决定它是有多少个root ok 我们这个b2-4ac我们叫它discriminate ok discriminate 马来文也叫discriminate ok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呢 你就是行李讲 因为我们这一边还有b2-4ac 你看这个sqrt b2-4ac的这一边呢 你的假设里面是sqrt9的话 它就是变成3 所以它可以加3-3嘛 ok 所以加3-3它就变成两个了咯 然后如果它里面的是0的话呢 sqrt0 ok 然后它加0-0 它加0 就好像我这边有-1加0 就-1咯 -1-0 也是-1咯 所以它其实是两个都是-1 ok 然后所以它是两个一样的root 然后过后呢 我们还有这一个 假设我里面是sqrt-1这样的东西 诶 negative 那就是max error 为什么是max error呢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知道 就是说我的那个-2的sqrt呢 它会是4 -1的sqrt呢 它是1 0的sqrt呢 它是0 1的sqrt呢 2的sqrt呢 它是0 所以我们知道我的xsqrt呢 它永远是positive 所以我的那个sqrt呢 它一定是里面positive的 它不可能是negative的 所以sqrt-1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是不存在的 ok 在6的情况下不存在 可是如果你的sqrt-1 像我们刚刚在这边按sqrt-1 它给我的是next error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mode 改成那个complex的话呢 complex的话呢 我按我的sqrt-1的话 它就会变成i ok sqrt-1等于i i是什么东西呢 i是imaginary number ok 想象中的号码 所以它不是real的 ok notreal的 这个是imaginary的 想象中的号码 ok 所以它叫做no real root 就是什么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不可以讲no root 有一些老师他要求很严格 就是说 呃 你一定要写no real root ok the other puncher not no real root ok 一定要写 你不可以写the other puncher 你不可以写the other puncher not real root ok 好 来在这一边呢 example6这一边呢 所以它叫我们 呃 在我example6之前呢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平常会画这样的一个表 给我的学生看 b2-4ac 如果它大过0等于0 小过0 这个是to and distinct to real and equal 然后no real root ok 然后这两个我合起来的时候 就大过等于0 它叫做has real root ok 就是说它有real root 这个是没有real root 所以这个是有real root 如果 移目说hasreal root的话呢 是大过等于 然后如果它是说to real and distinct to different root的时候呢 那是大过0 然后to real and equal one root ok 然后 呃 他讲hasreal root的时候 是大过等于 要有这个等于的符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呃 知道的 这一 这一种东西 我们的这个 ax square 加bx 加c 等于0 这个是我的general form ok general form 然后general form里面的abc 就我们之前是拿来sub进这个equation里面嘛 现在我们只是只需要直接bx2-4ac而已 ok 所以我这一边我的a是e b是5c c是-6 然后bx2-4ac是5c-4c-1c-6 然后呢 4c大过0 所以它是to real and different root ok 然后我这一边它是-4x2加4-1 然后a等于-4b等于4c等于-1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c则-4-1 然后我就有16.1600 ok 所以它是to real to real and different 然后接着这个我的a是2b是-4c 所以我在这一边了之后呢 -4ac-4x2x5x16x-40x-24x0 ok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第一题A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x2加5x-6等于0 其实我可以开两个挂弧了 然后我就有xx 然后166加-0 所以x等于1x等于-6 所以它其实是2 2 and 16 root OK 还有两个 root B的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4x-4加4x-1等于0 所以我全部成-4x-4x-1等于0 所以我这一边有x等于1.2 然后还有x等于1.2 你看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是2,6 and equal OK 好 C的这一个呢 我们就在这一边 我知道肯定还不要挂弧了 所以我的x等于-2 4x-4x-2 所以它会变成4x-2 就是2,6 然后这边其实是-2 你看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sq-2 -24的情况之下 它这个 就 这一边是node root 如果我直接用计算机 如果我是普通的 那个computational mode 的话呢 我的这一边是5 dr2 2 2 4 然后 4的情况之下 然后它是max error 然后可是我们的计算机 其实是很厉害的 你看我在我的mode这一边 我拿我的5 Equation 然后下面这一个 quantatic equation 1 ok 我们拿第一个 15-6 1 等于5 等于-6 等于 所以拿到1 跟-6 刚刚拿到的这个1跟-6 是一样的咯 然后过后呢 我再来释放-4 然后还有-4 然后还有-1的情况之下呢 像我拿到的是2跟-1 你看它这一边 它只是写x而已哦 它不像刚才这样咯 刚才是怎样呢 刚才的那一个我就有 1-5-6 的时候呢 它就会写x1 还有x2 还有x1 x2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有2个root 然后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的时候呢 它就是-4 然后4-1的时候呢 这一个你看它就只是x而已 它没有x1 x2 这样就是讲它只有一个root OK 然后的我们最后的这一个2-45 2-2 2-4 等于5 OK 你看 计算机很强咯 它可以变成1加 2-6 4-2i OK 1加2-6-2i 这个东西其实是怎样来的呢 因为你看我的那个 它的x1是1加 然后x2是什么 1-1 OK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其实就知道它是noroot 然后这个东西猜的 这个noroot 是讲来的呢 就是说我就有4-4 加点 这个是22-6 OK 然后 呃 我们这一个2-24 它其实是怎样 你看我的那个mod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1加点 OK 呃 square root 6i 和2 OK 我这一边呢 这个2跟2元 然后 它就可以拿到这一个 它就可以拿到 这一个 1-和1加 square root 6i 和2i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之后我们这一个 就可以拿到 这个东西 1加-square root 6i OK 1加-square root 6i 这一边 OK 1加-1- 这一个东西 OK 我的那个 square root 6 square root 6i 的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个 2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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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我们的计算机其实很强啊 你看到它的这个有i的时候啊 它其实就是 logary root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检查 你的答案对不对 但是如果題目是不論什么东西呢 如果题目只是要你讲 Determine the type of root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type or root 你知道你直接B2-4AC 然后你的B2-4AC 大过0 它就是2-0 2-0 然后小过0 它是nonger root